在鴻魚街超過五十年的藝林空町 今天早上因為大長的貴心 他今年七十五歲 空町在二十幾歲就建立鴻魚街 五康年代差不多每一齣第一片 都看得到他 甚至有七齣的 是他空町的名字來購名 他雖然是鴻丸 但也算是歌手出的 在這裡又是鴻丁 他問我 雖然他已經七十五歲了 可是今年車 還有在電視 看到這位真正藥 真正藝林的鴻村 鴻丁 頭上距 一定是鴻丁 鴻丁 不論是千塊的鴻丁 還是艱苦的鴻丁 空町演起來就都親情的演義自己 雖然不一定是演主角 可是翁翁都是在裡面最重要的人物 在五年代的第一片 空町是親家抓不到的大臉車 台山公牛要出界 空町由台北 到現在還有這麼多老一輩的觀眾 又很熟悉 演一四人的戲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當年十八歲 由中華來到台北打拼的空町 是他歌唱出的 兩拍合唱 點一顆劇 這種的作品 變成是空町的主持雙標 他的第一名唱片 空町的男性負傷 不過其實他一開始是自己作弊 而且又是英雄他問我 空町那種百出的台語電影 其中有七出是他的名字來購名 真假的空町 空町由台北丁丁 這種的紀錄可以說是台灣電影 在蘇生的第一的人 我是空町 他是小茵茵 由於年輕到老 空町一直沒有離開舞台 這幾年又參加電視叫演出 兩千空七年 又因為公司出國的臨時 因為電視金鐘獎的人主角 在面前也有一次臨時也看到第一 所以已經七十五歲了 不過他對表演也是非常討厭 有人說你怎麼不退休 我說我爺爺沒有退休了 最右面就是說 以言以言為主 言言跟我沒言為主 不過今年八月份空町身體驚早 發現跌跌的大長男的月期 在今天早上過新樓 超過半世紀的縁義人心 會整臺灣電壓樹撈到懷疑 繼續綜合報道